988新闻线 晚上的7点31分 你好我是舒婷 你好我是新姐新锐 上个星期有两天的开斋节假期 然后很多人就请廉价 不知道你的周末过得怎样呢 我有很多朋友是可能会开车去像云顶 或者是市中心的一些游客比较多的集中地 超级多人 不是塞人就是塞车 对不是上个星期的新闻线 不是有一天的vote是 你是困在车笼中还是人笼中吗 那我呢就反其道而行 我就在social media上面看 有人说哪里比较少人 我就去那里 就不想去塞 这也是一个方法 那像是我的话 因为我有亲戚是马来人 所以就特别去庆祝了开斋节 好热闹 可是你知道吗 现在又要踏入新的一个星期 这种假期假期离我们又要过落差感 没关系啦 有新人陪着我 这两天都有我们在新闻线里面根本跟你们聊新闻的 来看看今天的新闻线内容有些什么吧 中低收入群体经常购买呀 业者就说黄金不应该征奢侈税 诶 证监会是说男人逼40群体 还有31到40岁的人比较容易遭诈骗 伊朗以色列交火 国航证监会跟交易所应对市场波动 枪击嫌犯在吉兰丹州落网了 警方将会用电动踏板车来巡逻机场 没错 从昨天开始全城都在关注的KLIA枪击案有进展了 因为在逃嫌犯今天落网了 全国警察总长拉扎鲁定证实 警方是在今天下午三点左右 在吉兰丹的戈打巴鲁成功逮捕了嫌犯 他说警方目前正在进行着调查工作 那之后呢就会有更不公布更多的调查详情了 而这一起KLIA的枪击事件就发生在昨天凌晨1点30分左右 有一名男子叫做哈菲祖 当时呢在吉隆坡的国际机场第一航站 朝他的妻子连开两枪 然后呢有一枪是打偏了 另外一枪击中了妻子的保镖 嫌犯的妻子其实是一名女宗教师 当时妻子是到机场接机的 因为有亲友从卖家小朝圣回国 那这起枪击事件发生之后 嫌犯哈菲祖就成功逃离现场 而警方也马上步上天罗地网 包括加强边境的地区老鼠到的管制 就是不要让嫌犯逃到邻国去躲避的 那经过一天37小时的这个追击呢 嫌犯也终于在今天落网了 当然说到嫌犯跟这个女子之间 他们是夫妻的关系嘛 那五级阿曼行事调查部总结苏海里就说呢 其实嫌犯跟妻子呢是联合经营这一家旅行社 他们呢目前也正在办理离婚手续 那为什么会有落得现在的这个局面呢 嫌犯是因为个人的纠纷才会开枪射杀妻子 而其实他的妻子呢目前是怀有两个月的身孕 而相机阿发生之后呢 网络上就流传着一个这样子的消息 就说这名嫌犯其实是一名职业的枪手 而且现场呢还有同党接应等等 不过学生总警长呼声呢 今天早上是已经严正的否认了这些谣言 他也强调警方已经向这名女侍主 就是法拉去确认枪手的身份 确实呢就是正在跟他办理着离婚手续的丈夫 而且呢涉案的嫌犯也就只有这一名 就是他的这个丈夫哈菲组一个人 就是不是同伙作案的了哈 那警方呢昨天是有提到女侍主身边 为什么会配有保镖这样的一个原因呢 是因为女侍主要安全啊 因为法拉呢其实曾经多次遭到她的丈夫恐吓 也分别在2016年还有去年12月的时候报警的 那之后呢法拉就决定 要自行去聘请保镖来保护她的个人安全了 那有不少的网民就质疑 哎既然女侍主已经报警了 为什么警方不早早就逮捕官押嫌犯哈菲组呢 学州总警长胡生对此解释 警方当时其实就有逮捕哈菲组的 也援引了刑事法典506恐吓条文 扣留了这个嫌犯三天注查 目前这个案件呢也在调查当中 就是需要更多的一些调查资讯的 那当时警方也没有想到嫌犯对女侍主的威胁是这么大 所以呢也没有特别为女侍主申请什么保护令 胡生是说每个家庭纠纷的案件 其实都要按部就班的处理 所以呢需要先展开调查 看看情况是怎样才可以申请这些保护令的 那除了刚刚那个质疑呢 其实也有网民就好奇说 为什么警方你们没有在这个发生枪击案的当天 就马上去逮捕嫌犯 就是直接在现场跟他对峙呢 那胡生就解释 因为在机场嘛 现场公共区域还有小孩 所以警方是不能够直接跟枪手对峙 正面交锋的再加上这名枪手他持有军火 所以警方呢是更不能够跟这些 呃就是这个枪手去有一个激进的追捕 而是呢要想设法让枪手离开公共场所 因为优先要确保就是在场民众的安全 因为你看如果现场变成这个火不 就是整个情况会很糟糕 而且你惹怒对方的话情况 就是说没有击中的那一枚子弹 他其实是击中了一个婴儿推车 很危险啊 所以警方的这个第一考 第一的优先考量必须是民众的安全 另外胡生还有说到呢 警方考虑到吉隆坡国际机场的第一中站 跟第二中站 就是要在那边呢 使用这个电动踏板车 Electric Scooter 来加强巡逻跟迅速的应对突发情况 胡生说呢 州政府已经同意要去购买这一些电动踏板车 而这也将是皇家警方第一次获得这类的设备 希望这些设备呢 可以加强这个机场的安全啦 其实对于这起僵击案 犯罪学家又有怎么样的一个看法呢 犯罪分析师卡马对马来西亚前风报说 吉隆坡国际机场的安全水平 其实还是受控的 也认为警方的处理方式的行动是对的 那就是先确保民众的安全 而不是去追逐嫌犯 刚刚提到嘛 要不然会惹怒嫌犯 然后让他做出一些超乎常理的事情 那另外一名的犯罪学家沙虎哈密则认为 虽然枪击事件看起来是个人动机哦 但是其实不应该发生在公共场所的 更何况这是一个国家的主要入境处 可能旅客也会受到伤害的 他就希望可以改善吉隆坡的国际机场的安全管制 机场的进出口应该要像外国一些国家一样啦 有一些严谨的看守 比如说访客在进入机场范围之前 要先经过扫描 看看身上有没有一些武器啊 才让他进入机场范围 确实也因为就是刚刚过去的周末也发生了 在悉尼那边的这个看人案 然后一发现 马来西亚这边也发生了这样枪击 大家的那个警惕性就会更高 就会更会有一些担心这样子啦 那目前看到就是这个案件当中呢 被枪手开枪机商的私人保镖 他叫做莫哈莫诺哈迪依然是昏迷不醒 伤者的同事就透露呢 院方就会去看他接下来48个小时情况怎么样 然后再去决定是不是要进行第二次的手术 而女宗教师法拉也在脸书上发文说 伤者如今呢 他还是在昏迷不醒 所以呢就希望公众可以为他祈祷及气 那当然对于这起案件呢 警方稍后就会有更多的公布了 我们明天新闻线呢 也会继续跟进这件事情 好了接下来要谈的事情呢 也是可能要多祈祷了 因为现在的中东局势是持续恶化 也是过去周末一直在谈的 伊朗大规模的袭击以色列啊 这恐怕会影响我国的经济 还有金融市场哦 那今天呢 国家银行还有证券监督委员会 以及股票交易所都发文强调 他们一定会紧盯着我国的金融和资本市场 确保我国的所有交易活动 都是稳定有序的进行 那国航是说呢 国航已经和所有的金融市场参与者 包括财政部的负责人接洽了 准备好应对任何潜在的金融市场波动 那另外关联公司还有出口商等等 也都会协助维持外汇货币市场的这个流通 还有稳定的 另外呢 大马证券监督委员会 跟大马交易所呢 就在文告中说 他们将会保证国家市场基本面是维持强劲 以及中介机构资金充足 如果有必要的话呢 也会采取一些措施来应对股市波动剧增的整个问题 所以你看有些事情可能发生在国外 我们透过新闻来看到发生那件事情 没有想到这个影响是会发生在我国这一边的 其实离我们很近了 那首先阿华昨天呢 也跟好几位的部长啊 还有政府高官呢 召开了一场特别会议 去讨论中东现在最新一波的局势 阿华说政府会去密切关注伊朗 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的整个事态发展 当然也包括金融市场的状况 包括说中东地区的冲突 对我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潜在影响 希望不要让这一波冲突 让我们又迎来一波涨价潮了 好的 今天的现在波要问你是下一段 蛮有趣的一个课题了 就是有分析是说 原来男人比女人更容易被诈骗 你觉得呢 那我们在讲选项之前要先说 不是我们讲的 这真的是有分析 有一个机构在讲 得出这样子的一个结论 那你是觉得怎么样呢 如果觉得对啊 男人确实更容易中招点哈哈 如果你觉得不对 我觉得女人比较容易上当 可以点哇 两个选项 你觉得男人还是女人更容易上当呢 国内频频出现投资诈骗案呢 但是你知道吗 其实刚刚提到的 男人比女人更容易上当呢 你认不认同呢 当然这不是我们随便说说的 而是来自大马证券监督委员会的研究 当局在去年调查了1302名的受访者 当中呢 结果发现有384人 也就是30%更容易被诈骗 然后在当中呢 有59%是男性 就是比女性还多了哈 研究也发现呢 年龄介于31岁到40岁的年轻人 更容易遇上诈骗 占了总数的34% 如果是根据收入的话呢 低收入群体就是低于5000令吉的B40群体 是更容易被骗的 占了44% 所以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身边有男生 他是31岁到40岁 然后他是属于B40群体的话 他的风险会比较高一点点 那刚刚不是说有384名的人 他们是更容易被诈骗的吗 值得注意的是哈 他们当中至少70%的人都是有文凭资格的 所以学历是相对高的 研究也发现呢 风险最大的群体呢 他们都是依赖着家人或朋友 去帮他们做投资的决定 就是你身边朋友跟你讲 啊这个好啊 投资这个啦 他们就去做了 而不是依据自己的判断经验跟知识 而有趣的是呢 这些人哈 他们一般什么情况下 更容易被说服呢 就是遇到那些没有执照的人 或是没有资格的人 去跟他们说服他们 影响他们的时候 他们是更容易听进去的 那大马间 证券监督委员会就表示呢 大部分投资诈骗 他们都会涉及推广一些 不存在的产品 比如说谎称啊 投资股票啊 或是加密货币等等 资本市场产品 而事实上这些东西呢 它是不存在的 而且多数的情况之下 这些骗子呢 就会声称说啊 这个投资会带来极高的回酬 比如24个小时内啊 或者是几个小时内 去可以得到很高很高的回酬 甚至达到百分之一千啊 这么高的这个价钱 你看这个伎俩是不是 我们重复了很多次 它都是一样的 是所以所有的投资者啦 不管怎样 在投资之前 一定要做好功课 确保你所投资的产品 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 还是真的 是不是有这样的报酬 那当然在柔福那边呢 就日前啦 就才发生 类似这样的案件 新山的南圈副景区主任林志辉 今天就发文告透露 有一名58岁的电器行业的销售经理 坠入了网络诈骗圈套 轻信投资 一小时就可以赚取10%的回酬的 黄金投资计划 你知道现在黄金也是很热门嘛 结果呢 他就痛失大约57万令吉的积蓄啊 那根据男子投报呢 他是在今年1月的时候通过微信 认识了一名华裔女子 然后被对方的说辞吸引了 一开始他确实是有收到回酬的 但是后来呢 对方就用各种的借口 不让孩子 不让这个男子提款 男子最后才发现 啊原来是一场骗局啊 你看我们一直跟大家 重复同样的一些手法 可是还是有这么多人受骗 所以呢 真的是要提高警惕啊 大家 刚刚我们就有说到黄金嘛 你觉得黄金 他既然都可以给 就是陷入一些 骗局当中 但他算不算是奢侈品呢 他是不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呢 那财政部部长林慧莹就说 他之前呢 就认为黄金肯定是奢侈品 但是经过了解呢 才得知原来啊 国内B40跟M40群体 都会长期购买黄金 所以呢 他就会向财政部去反映 宾州金钻珠宝商工会的要求 那就是不要把黄金 列入奢侈品 也就是不用征收奢侈税 宾州金钻珠宝商工会的会长 朱义璋就表示 尽管最近国际黄金的价格 狂飙就是价钱非常高 但是黄金珠宝首饰在大马呢 他说是三大种族 B40跟M40群体眼中的必需品 有一些人可能一有钱 他们就会先去买这个黄金来收着 那他说这主要是因为黄金 被视为是一个应急品 或者是储蓄 也是一种呢 世代传承的投资 就可能嫁人的时候 妈妈就会把他的金饰拿出来 这样子 所以他就认为就算黄金的首饰价格很高 但是并不适合列入征收奢侈品税的行列当中 确实对一些群体来说呢 黄金是他们必须要传承的一个文化嘛 所以当然我们再聊到黄金之后呢 接下来要说的这个 肯定就是必需品了 就是我们每天三餐一定会吃的食材 那就是白米 之前有说白米价格高涨 然后有短缺这样的一些情况 那传出一个说法就是呢 有垄断联盟在操纵 稻米还有白米的供应 对此农业级粮食安全部长 莫哈莫沙布说 农粮部是愿意提供任何的资料 配合有关当局的调查 莫沙布强调 当局是绝对不会姑息任何涉及 垄断联盟活动的人 也不会干预竞争委员会的任何调查 并且会配合他们的调查 确实碰到一些情况的时候 或者是一些问题的时候 真的要查清楚了 然后你才可以找到原因 并且呢去对症下药 才可以好好的解决嘛 而最近就有医疗服务专家提出呢 政府医院的普通病房 千疮百孔 所以政府必须要去证实这个问题 大马医药协会主席阿兹山医生就说 这些病房啊 可以说多年来都是被忽视的 十分的惨旧 然后呢 也有许多的医生都反映说 甚至这个天花瓣都已经漏水跟发霉了 医院内的这个水管也生锈 急需维修 那我不夸张 我之前确实有去政府医院 做过产检 这个天花瓣真的是有发霉 医生还指着 在天花瓣跟我说 我们在天花瓣确实有点发霉 这也太危险了吧 就是确实是有安全引游 除了美观的这个影响之外 不仅如此呢 这些普通病房可能也缺乏设备啦 还有通风系统 一些控制病床的按钮已经过时 也有很多的这个液压床呢 已经故障 这个多么危险 他就认为政府是时候呢 对就是要去审计 全国医院医疗的设施 确保资金都用在对的地方 包括修复保养跟提升 那柔佛卫生局的前主任 沙拉胡迪是说 则应对普通病房拥挤的方法之一呢 就是确保人手充足 同时呢 推广更多的健康性觉意识跟运动 比如说普通病房的人员 要跟病床的人数对等 这样才可以确保病人 获得足够的照顾 让他们更快的痊愈 不过呢 最近的天气很热啊 可能会让医护人员们又忙一波了 因为根据卫生部截至4月13号的数据 国内是一共通报 45宗跟热浪相关的病例 包括有35宗的热衰竭病例 11宗的中暑病例 还有一宗的热精卵病例 其中最多的病例是发生在霹雳和击打的 北部比较热 真的 卫生总监呢 莫哈莫拉兹是说呢 目前是累计两宗的中暑死亡病例的死者 分别是一名22岁的男子 还有一名3岁的男童 那他也说这45宗的 因为热而引发的病例呢 最多是来自霹雳有8宗 击打同样是有8宗 再来雪兰尔有6宗 是柔佛有5宗等等的 那大马气象局就有预测呢 西马跟沙巴 大部分地区出现超过35摄氏度的 这个干燥炎热天气 会持续到4月中 就差不多是现在就快要结束了 意思吗 希望是这样子 卫生部也呼吁大家 确保每天都喝足够的水 然后最好这期间减少剧烈运动 以及减少在热天气之下的户外活动 但是有看到专家说会到5月来 希望不要了 4月中就结束就好 但是你以为这个东西只发生在我们这里吗 没有 是整个东南亚都是这样 你看其实在越南那边呢 他们就因为水供极端的短缺 然后呢一些省份的进入紧急状态 而菲律宾就因为太热了 甚至达到危险高温的情况 当地5000多所的学校停课 而泰国气象局呢 则是预测了 4月份会出现43到44.5摄氏度的酷热天气 那你以为已经很热了吗 没有啊 因为曼谷去年4月6号的时候气温达到50.2摄氏度 真的要很热 好热哦 当然你们要注意防暑了 就是防晒之类的工作 而在我国的话呢 其实也没有去到这么极端的天气了 只要气温超过35摄氏度的话呢 我们就会提高警惕了 包括学校也要马上停止所有的户外活动 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今天表示 教育部会继续使用2023年6月6号所发出的指南 也就是说除了这些规定之外呢 包括允许学生在热的天气之下 是允许学生穿着运动服到学校上课的 社区牵线 多喝水多喝水哈 真的 那过去一个星期呢 国内真的是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景象哈 短短七天 我们欢庆六个节日 有六个这么多吗 真的 是不是大家以为只有开斋节呢 尤其是还有这个印译的 太卢雇族的这个叫做乌加迪节 还有戴米尔族的戴米尔新年 还有马来利亚族的 马来亚利族 马来亚利族叫做Vishu 然后这个西克族的光明节 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泼水节 在我们的北部玻璃市那一带 有很多朋友在庆祝的 然后团结部长艾伦甘达就在社交媒体 就跟大家说 原来是有六个节日在上个星期进行 他也分享了一些照片呢 跟简单的介绍 他就说呢 你看这个就是我国多元性的证明了 代表我国的这个部分 非常的宝贵 所以我国公民呢 真的是要好好地保留 跟维护我们的这个宝贵的资产 这也是马来西亚最美最美的地方 当然如果你的文化 你的一些宗教啊 有这样的一些类似节日的话呢 也欢迎你继续地在网上分享 让我们知道 现在vote 斯洛你这样说起来 确实有点惭愧的 我们只懂其中的一个 因为可能 有啦 泼水姐也知道 泼水姐知道 可是可能会有一些朋友 不知道原来马来西亚 有一些朋友是有庆祝的 所以我们要更好的去拥护 我们的这个宝贵的资源 互相就去了解一下 好了 看看这个也是要了解的 包括说你有没有这个被诈骗的风险呢 男生还是女生会更高呢 虽然分析说是男生更高 但是新闻线这一边 是这样子的 嗯 这个情况吧 好 诶是诶 百分之六十七的朋友 觉得是男生更容易中招 哦 百分之三十六的朋友呢 觉得不对 应该是女人 但是很多人就分析啦 说男生的话 可能是这只头上一把刀 对 诶可是呢 看到Lim她在底下有留言说 男是为才女的为情 好 不同的留言 不同的看法 都可以继续在新闻线 继续交流啦 好了 我是舒婷 我是Citya 西瑞 再来给你这首 陈琳九的 给我你的爱 明天团的时间 我们再继续跟你分享 更多的新闻内容咯 我们再继续